特殊相對論 我們這個章節要講的是特殊相對論 那愛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了四篇重要的科學文章 對於近代的物理研究有深遠的影響 那其中一篇就是特殊相對論 基本上他顛覆了牛頓力學對於時間跟空間的看法 他說明了在對於不同慣性坐標系的觀察者而言 他們對於長度的認知以及時間經過的長短 基本上會有不同的看法 不過愛因斯坦提出特殊相對論的背景 或者他的動機是什麼呢 或者是說原來的牛頓力學到底出了怎麼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理論來解釋發生的物理現象 所以答案就是在電磁學當中 你的物理現象會隨著不同慣性坐標的觀察者 而有改變 比如說我們知道說一個帶電粒子 它本身有個速度 如果你放在一個磁場當中運行的話 它會受到一個磁力 也就是所謂的勞倫之力 就是這個F會等於QV x B 但是我如果今天選擇的慣性坐標 是跟著這個帶電粒子一起在移動的話 所以這顆粒子相對我是靜止不動的 所以它沒有速度它就不受到這個勞倫之力 所以你發覺這個帶電粒子它所受到的力呢 竟然會因為不同的慣性坐標的觀察者 而不一樣而出現了一個矛盾 所以說呢 這樣一個矛盾是傳統的牛頓力學沒有辦法解釋的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愛因斯坦要提出這個特殊相對論 那這個章節我們會介紹什麼是特殊相對論 然後呢在特殊相對論的架構底下 會有什麼跟牛頓力學不一樣的結果發生 比如說呢 在不同的慣性坐標的觀察者 它會對於事件經過發生的這個時間長短 會有不一樣的認知 也就是所謂的時間膨脹 或者是呢 對於不同的慣性坐標者的觀察者而言呢 他們會覺得說 同一個物體它的長度 對於這個空間的長度呢 他的認知也會不太一樣 也就是所謂長度的收縮 或者是對於這個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 在不同慣性坐標中的觀察者 他也可能有不同的認知等等之類的 那以及呢 我們會提到說這個質量跟能量 它的一個等價性 也就是所謂的1等於mc平方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期待呢 這同學在接下來的課程內容當中 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假設是我們人類想要探索 離地球很遙遠的一個星系 我們假設說 我們想要去探索一個200光年以外的這個宇宙 所謂這光年 它本身是一個距離的單位 所謂一光年就是說呢 光走了一年可以達到這個距離 所以我們就說 如果說人類想要去探測這個200光年以外的這個宇宙 那我們就說 平均人類的壽命呢 是可以活到66年 那假設今天人類有一天可以製造出一個太空船 它的速度呢 是非常非常接近於光速 那請問一下 人類有沒有可能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去探索距離地球200光年以外的這個宇宙 愛媒體